内地的中秋小长假进入尾声 但是香港市民即将迎来中秋节一日假期 深港各口岸迎来客流高峰 没错 那最近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香港西九高铁站 现场采访的记者吴星成 星成你好 请问目前西九高铁站客流状况如何 好的主播 那我现在位置呢还在位于香港西九龙的高铁站 那今天呢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中秋假节的当日 那也是内地的三天小长假的 最后一天 那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 叫刚才呢可以看到 由这个香港返回内地的旅客呢 是有所减少了 那身后呢这个过闸的人流呢也有所减少 可以看到呢 虽然在我身旁呢有很多这个在等候 这个候车的一些旅客 那在我们现在镜头所看的这个玻璃的屏幕的下方呢 是一个下沉的广场 那旅客呢在这个入闸之后呢 就会在这个下沉广场的进行候车 那刚才呢根据我们的观察 虽然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人流不多 但是这个下沉广场所有的这个等候候车的这个座位呢 基本上是已经全部坐满了人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时间段 其实离港的这个旅客的数量呢 还是非常的多的 那虽然呢对于很多的内地旅客来讲 今天可能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明天就要重新返回工作岗位工作 但是呢对于港人来讲 今天可能才是假期刚刚开始的第一天 因为呢香港的这个红日假是中秋节一日 也就是明天 所以呢今晚是很多的港人会选择和家人吃团圆饭 以及参与一些中秋活动的第一天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除了这个港铁会在中秋节 今天以及明天去加密一些班次的安排之外呢 其他的交通安排方面 包括这个988市以及电车 也会延长服务时间 另外呢这个天星小轮也会去加强相关服务 去辅助大家更好的外出参与一些中秋的活动 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呢 香港天文台今天下午也是宣布 今天是录得了35.7度这样一个高温 也是香港历来最热的一个中秋节 所以大家如果在今天晚间 一直到夜间要在外面这个逗留的话 尤其是在一些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 参与一些节日的活动 一定要注意防暑以及补充水分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带来的信息 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好的谢谢星辰带来的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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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